所以如果有人不付帳的時候 妳敢追出去說 先生妳還沒有付帳嗎 就我會說 先生妳是不是忘了付錢了 那如果 或是妳忘了帶錢沒關係 那這次我就請妳 可是妳要戳破這件事 我要戳破這件事 因為如果她沒有戳破 她下次還是會忘了付帳 所以妳有覺得 當了餐廳老闆娘之後 妳人生很多事妳都敢講 我都打開了 我整個臉皮變厚了 那有沒有浪漫說 有來了一個優秀的男生 坐在那邊每天都望著妳 也是有類似這樣子的 那很好啊 怎麼會好 就是妳要問我喜歡的吧 我這樣沒有針對 人的意思 對不起 她就是衝著老闆娘來看妳 沒有 她就會常常來... 然後希望妳收到這個她的感情 但我就把她當常客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人還沒示愛嗎 沒有 就妳自己 我覺得自己的態度也很重要 因為我表現了她就是常客 她沒有吃完麵的時候 把麵條排成一個I love you 太背心了吧 她好活在什麼戲劇的世界裡 沒有啊 沒有這種浪漫的事喔 沒有耶 對啊 但是我覺得常來還滿開心的 對啊 所以做生意的人 像王瑩現在有覺得 可能不會成功嗎 不會啊 我覺得一定會成功 我才會去投啊 一定是有那信心是很大的 我知道妳為什麼忘記匯款了 妳在投資自己的事情 她投到自己的帳戶去 還是說妳有不看好她是不是 沒有 那時候是因為那個金額不大 很小 然後就是也沒有一直提醒 就忘記了嘛 因為太熟了 那三天的金額怎麼會不大呢 對啊 其實我們很節省 可是裝潢就要花掉千萬吧 近 對 可是 那都怎麼會節省 而且怎麼會不大 對 三個人的話 對我們來講 要大的事物是真的很好 對 OK 對啊 沒有 沒有 OK 對 就是還好 而且我們真的很節省耶 我們那個桌椅什麼 我們都去工廠直接這樣訂的 OK 對 我們算是會控制成本 所以妳會覺得 旁邊兩位家庭主婦 記帳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 我會覺得很瑣碎啊 而且記帳是 所以妳看著他們的長 小可妳又要哭啊 對 所以妳不會寸到她嗎 因為我導致啊 一直在想說我回家 怎麼跟我老公講衣服這件事 然後她就說我現在 孕婦節奏現在是這麼慢是不是 對 我現在做的事情很瑣碎 對 而且其實那個 佩玲姐在講那個 做餐廳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也想要做 就是因為 Ben現在是在投資一家 對啊 妳們不是有投資餐廳 可是那部分還是就是 算是三股其中的一個 所以她其實真的 不是在親力親為的 可是真的像客人方面 你真的會聽到 就是你會感覺到做生意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做吃的 因為每個人的味道不一樣 像我就曾經看 真的嗎 好像是你 因為我是曾經看過 有的人是欣欣嗎 有的人是零欣 每個人的胃口 跟我也覺得是不太一樣的 對 我有看過 有人直接Facebook到我的那個 私命訊息說 我今天喝你們的蛤蜊湯 可是為什麼我們同桌的人 旁邊的人 撈出來超多蛤蜊 而我只有兩顆 兩顆 對 她怎麼知道是妳先生的 因為她 上面有 然後進去的時候都有 每個藝人的照片 而且餐廳的名字 就是用他們三個人 英文第一個字 對 還有Junior 可是 所以餐廳在出蛤蜊湯的時候 真的應該有一個 統一的數量嗎 就可能太忙 她真的就是撈出來而已 妳就算好每個碗10顆 對啊 還是有可能肉掉到別的地方 沒有 沒有 我們都算好的 就可能落差這個 她也是會撈撈撈那個 有幾顆到碗裡 然後再咬麵 真的嗎 對啊 我們都算好幾顆嗎 對 因為這是產品啊 一定要算 我們的蛤蜊麵就是算好 一盤麵裡面有幾顆蛤蜊 幾顆 就是算公克數差不多 然後甚至每一個上來的溫度 因為有人就反映說 你們的湯太燙了 或者是你們湯不夠熱 所以我們很難去拿捏 到底是不是 有些人是貓舌 對 貓舌 就是很燙 好燙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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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要那個餐廳 因為它每一樣東西 它一定都是一包一包包好 然後要做的時候 就拿出那一包 一定一樣的分量來炒 對 那個就你要先配好料 也可以先做 就是都要放公克數 因為像義大利麵 他們都是裝好一袋一袋 所以妳先生投資這個餐廳 妳有在管嗎 我有曾經去廚房看過 一兩次 OK 然後現在還算是成功嗎 現在OK 所以好像賣孕婦裝 比較容易對不對 對 那我會加油的 不是賣衣服就是賣大尺碼 大尺碼 起碼賣衣服不會有人貓舌 不會 有些人買衣服很挑 例如妳線頭太多 或是質料不好什麼 她也是很挑 所以我們記帳是好事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其實記帳太個性 就秉持著只要記帳 什麼都不要管其他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可是也要針對個性啊 妳說叫王營或是 我這我也沒辦法記帳 而且她花了那麼多 妳就搞不清楚 對 對 妳就控制 我想花或是該花或不該花 或是這個是不是 在我預算的範圍之內 我可以自己控制 如果就如果靠一本帳門去控制妳 那妳自己還可以控制什麼 可是我覺得也要看行業 如果我是上班族 我覺得也許我也會記帳 因為我每天每個月 就是得花這麼多 我會知道我每一分錢花去哪 可是今天如果我不是上班族 我就會想辦法再去創造更多的收入 那我就不必要就是 每一分錢我都計較得這麼清楚 對 小可 最後 我講的話不會嚇到妳 就是會殺傷戀愛這件事 她開始嚇到我 沒辦法 人生就這樣啊 就是後來戀愛會變淡 所以我回去要做什麼彌補嗎 妳就約她去那個啊 度假一下 我覺得沒有什麼辦法嘛 就是接受人生的考驗 那所以不結婚真的會比較好嗎 就是長暴戀愛的感覺也不見得 因為妳還是需要別的東西啊 對 那到底就是我們要 所以不能放棄人生 沒有 妳就好好經營妳的家庭啊 妳覺得這個重要的話 就是戀愛被砍掉 只剩下一個家人也沒什麼關係啊 酗酒嗎 也不用酗酒 就是老公變家人 這就是勢必會發生的事 你在哽咽嗎 沒有 那請問突然懲罰到這邊 來 各位寶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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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漂亮 可是她動作很快 對喔 這太有技術了 真的嗎 這不是正常人做得出來的耶 是我是正常人 看起來很漂亮 很專業 有米布丁的味道嗎 明天晚上十點 對 中天正很美 她一起來了